她就說 請你不要當我的發言人 她說如果她有什麼事 她自己可以來回答 你是家人嗎 她都已經講這種話 你覺得我還能說什麼嗎 我說 Come on 我是你家人耶 我還會那麼白目嗎 可是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記者們也很辛苦 所以就希望能打 盡量打 那時候我還發現 真的是無止境的 就是那些新聞一直出來 連我自己看都覺得很反感 可是就是必須 我就要面對媒體 然後你們就會問我這些事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死不想你們會想說 小孩子怎麼變那麼討人厭 那個新聞下面留言都會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報他們家啦 看了就很煩耶什麼之類的 所以有想問 我自己覺得有什麼樣子 誰 有什麼樣子 我自己覺得有什麼樣子 那今天是光巧克力來台灣 有沒有看到見到面貓 遲到還敢問這種問題 我覺得那房間會跟 今天活動不相關 謝謝 然後她就說 請你不要當我的發言人 她說如果她有什麼事 她自己可以來回答 你是家人嗎 她都已經講這種話 你覺得我還能說什麼嗎 我說 欸 Come on 我是你家人耶 我還會那麼白目嗎 不出來 請大家 不用啊 她幹嘛出來跟大家講 我們就是希望這件事情 趕快終止 不要再有關於 這種事情的新聞出現了 那她又再出來 又就是沒完沒了啊 她想要那個先佔據母后 她現在對於 就是曝光在眾人面前 她說她沒有任何那個興趣 那她不出來 你媽不會有意見 我媽為什麼沒有意見 你是說少了一個搖錢樹對不對 少了一個搖錢樹 但是我這邊可是多了三個呢 感覺立刻變成視力眼的媽媽 現在老大本來就一直很乖 然後老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也不是頂嘴 他就會想他自己的想法 那老三以前是比較愛頂嘴 可是最近突然不知道怎麼搞的 可能邪靈已經離開了吧 他最近變得還蠻乖的 我已經習慣了 我已經習慣了 因為自己還會有點不開心 我都會覺得說 老娘也曾經是有這種身材過 所以你們也不要太囂張 可是真的身材非常好 就是比如說我女兒 在照鏡子的時候 我就會過去 然後就把我的T恤掀下來說 你覺得媽媽跟你的會差很多嗎 他們就會說 其實也不會啊 我還會說